确实,我很佩服你,明知必死 也要独自上门为族人讨说法的决心 而你是我郑凡来到这个世上 第一个想要去怀念的人 从此世间再无祖谷遗忘 多的只是一个杀脱部的阴魂罢了 你知道古代最后登基的皇子 心机是有多深沉马 他是大燕国,利爱皇子 在外人眼中是个十足的顽固 但背地里却掌控了国家 九成商会 就连他和郑凡一起去的小红楼 也属于他的产业 在与郑凡分开后他又回到此处 身旁一名女子捧着一个小瓶 说道,六爷 此物名叫香水 是图满城西域商人那出的火 小六子闻了闻立马嗅到了商机 有多少给我拿多少 价格不是问题 拿到货转卖到京城 再去前进楚三国走一趟 说吧还有何事 但是此事并不值得雇 围来一趟 女子恭敬道 六爷 须不炫